本坦库尔公布 本坦库尔公布 虽然阿莱格里对他非常信任 但毕竟刚刚来到欧路 本坦库尔在比赛中表现得非常羞涩 他确实在赛前训练中 得到了主帅以及其他球员的褒奖 但到了场上之后 一切都是另外一回事 面对梅西等大牌球员 他和他的小伙伴已领比三惨败 从诺坎府到老特拉福德 本坦库尔又一次在欧洲顶级球场 内守发迎战豪门球队 这一次由文图斯战续绝对主动 以比林战胜对手 本坦库尔的包会让所有人称道 这场比赛的中场配置可谓心光意义 一边是曼联的伯格巴与马蒂奇 两位身价都超过一亿的球员 另一边则是皮亚尼奇与马图伊迪 一位是全欧洲最好的进攻组织者 另一位则是世界冠军成员 从身价即荣誉来看 本坦库尔在他们面前几乎不值一提 但事实 却是 他已经完全可以和这些大牌球员们抗衡 可以和队友们相互呼应 就如米兰奇跃报所言 这场比赛中除了被伯格巴场段 送给了把国人一次击中力竹的机会之外 本坦库尔的表现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艾莱格里笑了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 终于有另外一个值得信赖的球员 艾姆雷战如今看来至少需要确证一个月左右 而赫迪拉则尚未找回状态 本坦库尔是目前艾莱格里433阵型之下的绝对主力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一直首发 因为在艾莱格里可以调试出几套阵容 以4231位力 他完全可以选择贝尔纳戴斯基放在内风的位置 又或者让花德拉多出现在中路 无论如何 现阶段的本坦库尔就是艾莱格里最重要的战术保障之一 而尤文图斯的队友们也都坚信 这位乌拉刘小伙子意大利造的低说 21岁的他可以在博家和尤文打伤主力 和乌拉刘一起赢本南美U20的冠军 他在世界杯直到四分之一决赛前都是主力 而老特拉福德则是让他再次喧哗的舞台